最后一个级别了 最后一个等级呢 其实要学的东西基本上是已经学完了 包括国内的国外的都都已经学完了 其实就意味着一个人是从学识的阶段 要转入一个学术的阶段了 是另外的一种层次了 你学了这么多东西 你要具备有一些原创成果的能力 是原创的 而不是模仿别人的 是在学完以上的资料之后 你发现在某水火键的某一个技术 某一个领域方面 它是有缺陷的 你可以再把它优化 或者说看了以上的资料 你觉得有哪一些是没有出现过的 你可以把它原创出来 由0变成1的这种能力 那么可能说起来会比较抽象一点 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呢 我会列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跟大家讲一下 会有几个实际的案例来讲解 以上就是七个